一线声就对党主席朱立伦送上握手拥抱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中场会营造团结气势 不过最新的民调显示 那行得以31.89%位居第一 送着拿到24.62%排名第二 而侯友宜只获得17.93% 三哈都的竞争之下依然敬佩莫作 两个候选人国民党民众党都必须要合作才可以 否则你就是罪人 眼看民调持续低迷 战斗兰发起人赵少康再度喊话蓝白合作 因为各阵营政府总统打党的民调也显示 不管是侯郭配还是郭侯配 分配以23.26%和25.02% 输给赖萧配的30.48%和30.11% 而要赢过赖萧配的唯一方法只有侯科配 虽然蓝白合渴望成功抵御绿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调中只列出侯科配 却没科侯配 侯友宜人士蓝军胜利方程式的唯一总统人选 市长怎么看中广的民调人还是排名第三 郑侯当说只有侯科配是唯一胜选的可能 有机会蓝白合吗 面对喊话或友谊微笑没有回应 也让2024总统这局留下无限想象空间 华日新闻成人灵宛鱼 金红旗张仁杰台北新美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